欸 趙华 大家摳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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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摳 不容易等 等不到 大家在想 誰在撐這個盤 齁 今天找到答案了 我們看到了一群人在撐盤 撐房價 難怪他們不這樣講 而且這個人呢 還不是我們的本地人 是誰 歪國人 歪國人 你知道嗎 我們前兩天一直在講嘛 香港房價多高 四坪多的房價要賣台幣 快要兩千萬 還排隊搶耶 那這樣的房價 說真的 香港人自己也覺得吃不消 那怎麼樣 我們台灣的廠商 腦筋動得很快 你香港買房那麼痛苦 那要不要來來來 來我們台灣買 台灣的房價比起香港 好像還算便宜 就很有吸引力 甜滋滋喔 那賣得好不好咧 我們先看一個趨勢 這個叫做港澳居民獲批 拘留台灣人數 這條線是2007年 在2007年之前 大概都低於兩千人 2007年之後直線攀升 俊相 12年 13年 去年14年 近來已經來到7498人耶 這就是傳說中的兩個字 緊噴 緊噴 香港人非常愛來台灣 是 覺得台灣 哇 物價便宜 對 在香港比嘛 是 房價也算便宜 我們看喔 2011年我們的阿B中正濤 很多東西送給最愛的人 當然買在好地方 他們同時選上了台灣 對 那我就說了嘛 台灣監方早就聞到那種 香港人好像對台灣的房地產很有興趣 其實早在2010年就有一樁建案 是台灣第一樁台屋賣港 居然知道是什麼樣的建案嗎 什麼樣的建案呢 在高雄 其實我們前幾集有討論過 豪宅 都 廷 院 都 廷 院 我們討論過他的毛胚屋啊 沒錯 他2010年剛賣完喔 不是 剛完工喔 對 預售其實賣的不怎樣 大坪樹的豪宅在高雄貴鬆鬆對不對 對 高雄呢其實不買單 欸 建商立刻就打包送香港 請他們的中原地產非常有名喔 打包去香港賣 然後呢 都廷院你看這就是香港的一個廣告 香港區獨家策劃及銷售 欸 你在高雄貴鬆鬆 攪得不攪錢 你拿去香港賣 那你要開價開多少錢呢 也不便宜喔 654萬港幣買它最小單位 如果以當時的匯率計價的話 大概2450萬台幣 而且這個香港商還講說 欸 如果你願意一次性付清 一次付清不貸款的話 我再幫你打個95折 所以今天 將近3000萬的都廷院 打包去香港賣 對他們香港要買的的人 買家來講 可能是桌上的一塊蛋糕喔 那貴鬆鬆的家裡也看得多啊 後來號稱 號稱賣了十幾套出去 果然 號稱喔 但是多廷院不是只有十幾套嘛 它還是有剩下的漁屋沒有賣掉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就是上次講的這個毛胚屋喔 不好意思 它還是掛在網站上賣 2010年就完工的建安 現在已經2015年了 它還是毛胚屋耶 那開多少錢 2878 這個比在香港賣的還貴啊 貴一點點而已 因為會費現在也差不多 是 調上來了 所以2878 其實你說那時候港商來買的話 有沒有賺到錢 其實也沒有賺到什麼錢 但它有沒有降價 它賣不好 它也不肯降價啊 所以你會看到說 今天打包去香港賣 賣不掉的留在台灣繼續賣 還是賣不掉啊 對啊 它其實已經發現 本土民眾根本就買不起嘛 那你看你就降價就好啦 它不願意 它還是巴望著 我可以賣給陸資 我可以賣給港資 它到現在還在打這個主意啊 好 那大家可能會想說 你舉這個例子 那也太單一了吧 當然不是 這股風潮就從高雄開始往上燒 先燒到台南的安平區 台南安平區的仲介就想說 你知道嗎 現在每一週都有兩三組的港資客人 會來看房喔 他們覺得在這邊退休 超讚的 一千萬台幣 就可以買到快五十坪的房子 哇 是香港五分之一的房價 香港人都屈之若霧 喜歡的不得了 你說 這麼美麗 風光明媚的台南富城 然後安平運河這樣看夕陽 已經有香港買家的身影 絡意不絕啊 對 而且呢 高雄 台南再來是哪裡 哪裡 台中 台中也有 台中呢 你看喔 這是今年四月的一個訊息喔 新聞其實我相信是個業配文 因為他說 捷運綠地加持 八起的房市看漲 台中人快來買喔 然後他推薦的建案喔 有遠雄文新會 有聚合發 胡新博 有同心協技建三 這三個建案包在裡面 欸 四月的新聞告訴你房市看漲對不對 到了九月這個新聞喔 同樣三個建案包在裡面 標題變了 港客觀光熱 台中出現了旅遊購物團 香港人來搶這三個建案囉 欸 趙華這什麼意思 今天你的第一個業配文 你說這個聞起來像業配文 開始看漲call客進來 call…call…call了幾個月 效果怎麼樣 我們打一個問號等一下追看看 最後開始call…call什麼 call…港客進來啦 對啊 可是你不覺得很妙嗎 時隔半年 他本來告訴你房市看漲 房市看漲應該我們本土客 就會去買啦 對 顯然就是賣不掉嘛 欸 那人家有可能賣相 好到連港客都聞風而至啊 港台來搶啊 如果這麼好 就像他告訴你後市看漲 你在旁邊你不會去買嗎 你還要跨海去買嗎 這不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嗎 台灣人都買光了 還輪得到香港人 而且這是八期對不對 豪宅林立的七期 很多仲介也說 欸 最近很多 我們都組團叫港客來看 你知道嗎 那種一元豪宅 本地賣不掉啦 可是對香港人來說 你告訴他 有公園 有綠地 有Costco 他們就會買單了 其實對他們來說 好簡單好輕鬆 我們賣給香港人就好了 這個可是七期的房仲 親口說出來的話喔 你看這個香港朋友 香港買家 我在那邊委屈的 住那個什麼湯房 沒有最小 只有更小的湯房 我來這邊我可以住豪宅啊 可是軍相不要忘了 七期現在誰在賣 記不記得我們前幾期討論過 老牌藝人也在賣 投資客也在賣 白冰冰也在那裡啊 所以我們根本就不看好嘛 那是不是說等於 他賣不掉的房子 現在就是積極的希望 跨海叫香港人來接呢 那最近有一個更新的新聞出現了 我們發現哇不得了 全台灣的建案根本就大逃殺嘛 台烏賣港多少 兩千億的暗量耶 所以剛剛我們從高雄 高雄看到台南 台南看到台中 你以為只是單點而已 結果通通包起來 兩千億這麼多啊 全台灣大爆破 軍相兩千億什麼概念 今年由南到北 到目前為止 全台灣的突然量 大概也只有兩千億 現在竟然一次有那麼多的建案要打包 賣到香港去耶 問題是 怎麼賣得到 你這麼大的量這樣推過去賣 我們來看有哪些喔 聽說其中遠雄喔 是被點名是 暗量最大的 大概五百多億的暗量要打包賣香港 有什麼 綜合左岸 這不是2012年就完工了嗎 是 這已經完工三年了耶 對 那如果在台灣賣的好吃 就賣光光了啊 對不對 遠雄九五 你知道嗎 這個在新莊當叔叔保 開九字頭在新莊的豪宅耶 那為什麼不留在新莊賣 現在要叫香港人來買呢 再來我們看喔 這個中華工程的桃朱蟻圓 一瓶八百萬 對 一瓶八百萬你覺得 我們現在還有能力消化嗎 嘴巴嘴巴嘴巴 不可能嘛 一定是市場冷清清嘛 那你台灣人買不起 我去香港賣剛好啊 對 可是這是不是代表一件事 這份名單是不是滯銷名單啊 有可能喔 所以大家有一個合理的想像是說 今天會不會是 我今天推這個案子 台灣本地的買主 大家或者是買不起 或者等你降 但是大家降在那地方 那對不起喔 你慢慢等 我轉頭賣給香港客人 我們眼睛張大一點 看有哪些人喔 例如豐泰地產有個富邦豐泰 這也是豪宅 總泰擁和 新竹的豪宅 是 賈山頂廣告也去了喔 對 他要推什麼 海洋都心 案體太大了嘛 甚至台開在花蓮回來 一個元氣村喔 整個村莊 他竟然是造村之後 沒有人買要賣到香港去 欸 俊相 你不覺得很誇張嗎 豪宅啦 造政啦 造村 通通都希望香港人來買單 那請問 如果今天房價 他們為什麼是不用降價 降價就會有台灣本地人去買了啊 他們現在死撐的不降價 希望香港人來做最後一根支撐 那苦的還是什麼 苦的還是想買房子的年輕人嘛 我覺得邵華講的最後這兩句話 大家 想要買房子等你降的人心裡 開始又三條黑線了 四位 想要買房子的人最怕的就是 今天如果撐盤的力量隱隱已經形成了 兩千億打包去香港賣 香港人買得起我幹嘛降價 那是不是在台灣本土的買家 我永遠等不到你降價啦 幸好是這些案子喔 因為還好你們列了這堆案子 讓我有得評論是說 到底為什麼發生什麼事情喔 業者浮誇也不是兩天三天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 所以各位觀眾你們都很清楚 業者就是浮誇 什麼意思啊 你說這兩千億是浮誇的啊 不是 還是看那個賣香港的業績 浮誇是叫做賣香港業績 香港人很愛買什麼 舉團來買你知道嗎 只要有一個人來台灣看房子 業者就會說是一百個人來看房子 只要一個人買房子 一個人買其實也蠻正常 他就會講說 整個香港都來台灣買遍了 所以業者浮誇也不是兩天三天的事情 我們在看它是什麼房子呢 這些房子大概都是什麼 公安億萬宅啦 風水不好宅啦 沒有威秀的隱城宅啦 這些房子是什麼樣的人買 台灣人不要啊 所以它不是降價的問題 是我們不要這些東西 可是房子都已經蓋了怎麼辦 只好推給不知情的香港人 因為香港人只看價格的話 他不知情嘛 又覺得這裡比較便宜 跟香港比起來 湯房這麼貴 但是可以台灣買好房子 OK就來買了 因為他們不知情 他們才不知道 如何查台灣的實價登錄 他們不知道說 如何去查公安意外 甚至如果你看不懂 繁體製的話 我們的電視新聞 你也看不懂 這種人不騙是找誰騙呢 我跟你說喔 武器新聞王香港的朋友是看得有的喔 所以今天我們給一個更多元的想法 今天啊 蔡律師寫了幾個箭頭 香港到台灣台灣到海外 你這一串的邏輯什麼意思 其實現在不動產很特別喔 香港來台灣買 結果台灣人去哪邊買 去買海外的喔 其實奇怪了 不動產不是應該在地人來買喔 其實我最近看那個報紙的廣告很特別喔 他說他那個建案是先在那個香港推出以後 香港人買了之後喔 香港熱銷喔 所以保留那些東西回來台灣買 那你心裡會不會有一個疑問啊 如果今天在香港熱銷 還輪得到你嗎 對不對 香港人在賣光光了嘛 那這裡就不夠 人家在打光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破解這一些廣告的迷思 我覺得沒有錯 就算有香港人來台灣買啊 可是也很多人台灣的資金跑去海外了 所以我覺得相抵消之下 我覺得房價還是往下走的趨勢 不要受到這些廣告的影響去買 買這些房子啊 蔡律師給我們這一串喔 香港人來台灣買 然後台灣人跑到海外買 我告訴你這一串就是一個惡性循環 為什麼 你把這些炒高之後我本土買不起 買不起我就到東南亞去買更便宜的 對 那東南亞就又買不起他們自己的房 重點是他用這些廣告要拉抬這些房價 所以你今天聽了這個廣告去買的人 結果到時候以後房價下跌你就被騙了啦 那市長長你怎麼看呢 台屋港賣這個新區市 港新草樓團炒哪個啊 淡水小屏底八卦山 真的有這件事對不對 港新草樓團那個新聞鬧得很大嘛 當然有一些資助行動 對不對 360度我們前幾億喔 360度的景觀好轉 哇漂亮耶 為什麼八卦山 因為好多人掛在那上面 這個開車上去啊 40分鐘才會下到這個平地啊 對不對 有景觀不錯啦 晚上啊 那個還去經過房子 歡迎港之路客 各個港客來消化台灣的油嗎 好所以喔 今天可以看得出說 今天香港那個台屋港賣這件事情 的的確確是一個新趨勢 但是我們真的是不樂見 為什麼 我們非常擔心 萬一因為撐了盤 房價遲遲等不到降下來怎麼辦 然後買不起 痛苦的 還是他們本體的買家啊 回過頭來 你如果要買房子喔 廣告你一定是看廣告去看 那個廣告裡面真真實實 虛虛假假 10位今天有五大噱頭要說給大家聽 咩咩咖咖咖 不要保留